结束九天同庆之旅 蔡英文今晚 梵蒂国门 蔡总统20号深夜11点半 将达成专辑梵蒂国门 结束九天八夜 出访中南美友邦巴拉圭 贝里斯的同庆之旅 蔡总统出发过境美国洛杉矶 路过在巴蜀都C买咖啡 睡遭中国批台独企业 巴蜀都C被迫发表声明 驳斥台独立场 其实买一杯咖啡 就是引来这么多的政治的打压 让咖啡多多少少走了味 出访中南美洲友邦巴拉归时 参加八国新总统阿布朵的就职典礼 阿布朵在推特PO感谢文 却称呼蔡英文是中国台湾总统 事后阿布朵升文并分正为中华民国 前总统心情没有受太大影响 还参访美国国家太空总署 输出占生太空中心 在这里完成了许多次的太空任务 也让人类在宇宙的视野更开阔 最后过去美国休士顿 有超过千名乔胞到场微艇 让他直呼 乔胞的热情比天气还热 军中心 蔡总统出访 辛苦咯 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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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